我不是說 因為疫情之下不夠人上班 不夠人駕車的關係 日本九州JR7月25日到8月5日之間 有超過120班車需要暫停 日本確診者的數目每天都創新高 專貴的國會議員超過100人受到感染 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想過 將沒有感染的議員隔離 感染了他們繼續開會 但正如上星期所說 日本政府純粹告訴國民我們知道 媽媽你還沒吃這個 放在這裡忘記了 知道就是這件事 所以他們將濃厚接觸者隔離一期 由5天縮現到3天 舒緩社會的人所壓力 最重要的是放出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我們不會清零 我們和病毒共存 大家不用再害怕了 但日本的做法是按部就班 他們會一步一步地令市民習慣 始終要保護自己的選票 是啊 都不知道哪些地方仍然繼續清零 台灣本來都說清零幾個月前都要改變策略 其實現在日本最怕是醫療系統崩潰 因為不夠人手上班 令到很多醫療機構不夠護士上班 這是其中一個放寬隔離限制的主要原因 沖繩院確診人口全日本感染最高 所以沖繩院決定自己宣布醫療緊急狀態 提議餐廳限制四個人 一千人以上的活動就會暫停舉行 但是因為沒有法律效用 所以政府唯有繼續派錢 現在已經制定了新的財政預算 補償受影響的鋪斗 如果不是哪人聽話 很多鋪斗熬了兩三年 今天夏天想要賺錢 再不賺 以後不能賺 這次首當其衝的就是BBQ的場地 沖繩人到了夏天就會有海灘BBQ 政府一講新的措施 BBQ預約立即取消了九成 少校通常都是跟朋友去 沖繩人這麼喜歡生孩子 只是一家人都不止四個 為什麼今次沖繩政府這麼主動出擊 但是對日本其他國內遊客 就提都不提有沒有限制他們呢 因為沖繩知事就來做選舉 他只需要做事給沖繩院民看 本島的人就不關他事 日本現在慢慢開閘了 現在正是開放旅遊圈 究竟六月以旅遊為目的的人 有多少個人進來日本呢 今日的新聞提要 喉登師寶將會出售給香港登記的公司 日本最新的加價潮 沖繩北部有新的主題公園 營運商是日本環球片像 首先是全國新聞報道 大家很關心日圓走勢 大家可以繼續放心 但是如果之前已經搶了很多錢 但是我講不出XXXX 大哥你自己講的 但是如果之前已經搶了很多日圓 可能會扔出 因為日本銀行行長講明 會繼續維持低日圓政策 日本的銀行行長 終於達成了過去一直以來的夢想 他們希望日本有2%的通貨膨脹 今年日本的通貨膨脹已經達到2.3%了 即是甚麼都貴了 甚麼都加價 但是幸好仍然比其他發達國家便宜 現在通貨膨脹會大約1.4% 2024年的時候就會大約1.3%以下 而他們都說明沒有興趣加價 求神拜佛不要失控 現在電費已經貴了很多了 話分兩頭 開閘的時候大家來到日本玩 雖然銀碼會高了 例如餐廳貴了 啤酒貴了 浮潛潛水都會貴了 但是因為日元貶值了20-30% 大家應該都會覺得很便宜 媽媽我們直接收美金會不會好些 我們保盡自己 爸爸直接收美金 下一段新聞 日本最新的加價潮 今次會對香港台灣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今次加價是牛奶 日本全國10個生產牛奶的團隊 其中9個現在會要求加價 因為飼料價錢急增 一年以來只是飼料成本已經上升了13.8% 還未計人手成本 運貨的成本 所以他們現在要求 9月出產的牛奶批發價上升10% 即是每公斤大約上升15日圓 日本牛奶的生產程序 通常是指定團隊向當地的農家收購 然後團隊就會向大的牛奶生產商交涉價格 例如明治、新聞等等 現在的層面就是團隊幫助農民加價 每一個地方其實都有自己的生產商 但是這些生產商通常只會給本地市民 而且價錢會比大的生產商更加貴 例如沖繩的EM牛奶 過去幾個月好像海鮮價一樣 300-350日圓一支這樣徘徊 其他的全國品牌呢 價錢通常會便宜他們20%左右 但是他們的味道真的好些 加上我們的女兒說明沖繩只是喝這隻 所以唯有繼續喝它 其實我們之前做過牛奶的晚測 比辯過北海道、美國、紅本、沖繩的牛奶 最後結果是怎樣 你們自己看之前的影片 下一則新聞 日本中小學生過去十年之內 人口減少了100萬 日本出生率越來越低 2010年和2020年相比 中學小學生的數目減少了10% 因為這樣的情況 殺害情況亦都加速了 十年之內減少了10%的學校 連人口一直正增長的沖繩 過去十年學生數目也微微減少了0.4% 人口少最厲害的是福島縣的大紅丁 減少了99% 當然是因為核事故所以離開 青森縣和北海道有些區域 也都減少了超過一半的學生 但是另一方面大城市 例如東京大阪的學生人口就有增長 現在看到的趨勢就是人口轉移 學生跟隨父母去大城市居住 偏遠地方越來越被人放棄 所以這些偏遠地方的政府 就想盡腦質吸引人口進住 送樓送地 總之你過去住就行了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欸好像很救命 沒事吧 我的腳也好痛好痛 超痛的啦 就是這樣 日本會失驚無神播廣告的 那你們住不住台 習慣一下吧 長野縣有一條村 面積只是40平方公里 但是過去人口一直有大幅增長 和十年前相比增加了15%以上 這條村裡十八歲以下的人士 醫療費用完全不需要付錢 保育院、中學、高中的學費也不需要付錢 他們更加會為村民提供不人治療的資助 沒什麼特別呢 日本現在很多地方都是這樣的 最特別的就是這條村在十七年前已經實行這個措施 沖繩上年才開始的 而日本大部分地方十八歲以下的醫療仍然要付錢的 他們針對城市人不敢生孩子的原因 再進一步為女性騰加更加好的就業機會 日本普遍認為生了小孩之後 媽媽就要放棄工作前途 在這個時代很多人都不想放棄這種自由 所以生孩子人數減少了 但是這條村他們會事先聯絡附近的企業 鼓勵周邊的企業聘請多些女性 女性上班的時候小朋友就會有妥善的照顧 令到有事業心的女性可以繼續工作 因為這個針對性的措施 令到這條村吸引了很多人移居過去 人口增加、學校增加、周邊企業支援增加 造成了經濟增加,一個良性循環來的 下一則新聞 根據日本傳媒報導 原本由日本第二大旅行社HIS 經營的長忌院主題公園 豪登斯堡將會出售 HIS持有三分二的股票 以及其他公司 例如JR九州 九州電力持有的三分一股票 將會同一時間出售 他們會賣給一間香港的投資公司 價格未正式披露 但是估計應該是幾百億日圓 主題公園House 10 Boss 前兩年的時候虧損了兩億日圓 但是去年已經回復盈利三億 都說日本國內旅遊厲害 沒有了外國遊客也不會死 但是因為過去幾年 肺炎令到HIS出現大額的赤字 269億日圓 所以三億除以269億 仍然是微不足道 所以都是決定出售的 豪登斯堡1992年開業 他們在日本重現歐洲的景觀 有餐廳、酒店、遊樂、設施、花園等等 初期的投資非常之磅大 造成很大的經營壓力 2003年的時候申請破產保護令 HIS就在這個時候接手了 配合大量的宣傳一隻營運至今 我們也有去過 但是其實有些不太明白 有些什麼吸引的 我們的感覺是 他是很懂得玩Gimmick 夏天的時候就做水上樂園 冬天的時候就會做LED Show 好像很吸引 但是去過一次就會覺得 其他配套好像有點殘 好像去了荔園一樣 希望新的營運商會令到他更加吸引 下一則新聞 日本的外國遊客慢慢回覆 我們先說一下6月有多少外國人入境日本 日本的局際航班和座位比上年增加了大約47% 根據市場供求定律 即是真的正在回復了 日本觀光業會JNTO數字顯示 6月的時候 入境人數超過12萬 只是比2019年減少了95.8% 按地區分佈最多入境的外國人士就是越南人 佔了入境人數的20% 第二位就是很幸福的迪士來強國 佔了大約12% 接著就是韓國、美國和印尼人等等 為什麼那麼多越南人呢? 主要是因為有留學生 那麼多留學生呢? 還有外勞 其實很多留學生來到都是做外勞的 學生的身份只是一個掩飾 他們真正的身份是報答國家的外勞 日本社會缺乏勞動力也很需要這些人幫助 記不記得6月旅行團開放之後 我們說過南深圳報端的人數只有兩位數字 6月真正觀光簽證入境的人 包括所有國家 總共是 252個人 很多 但是 那並不代表日本沒有遊客 很多人其實用了商務簽證入境 做完之後呢 就周圍玩 這個是合法的做法 因為日本會發出一個三個月的商務簽證 做完之後呢 就不需要馬上離開 去哪裏也都沒有限制的 所以那些商人可以合法地辦遊客的 根據全球居留權和公民身份顧問公司 Henley & Partners公布 2022年第三個季度 全球最好用的護照第一位 是繼續由日本奪得的 日本能夠在193個地方免簽證 新加坡和韓國就以192個地方排第二 南深圳排行第18 而不是國家但是有護照 有軍隊有總統有民主選舉的台灣 就排行第34 至於幸福指數第二高的迪士尼強國 就排行第69 起碼和他的朋友佔底的阿富汗都仍有一段距離 幸福指數最高的當然是北韓 其實國家不是越多就越好 迪士尼強國能夠免簽證去到的地方 日本反而不行 例如阿富汗 光果 光果共和局 赤道基內亞 葛摩等等 我們說的是質素 而不是數量 欸好像有需要幫忙 這是缺氧的症狀 交給我吧 這個也是日劇式的廣告 明明就來完都要出口廣告的 我們希望給大家有一個很完美的看日本電視的體驗 如果你不想來到才知道你想去的店已經結束了 那就快點訂閱我的OKFamily 記得按旁邊 謝謝 你可以看一下 你看看 對了 感谢观看